看看新闻网 郑秀文和许湛四月份呢 就要在香港摆999桌的宴席 悄悄说一句 估计没人知道 Sammy好像已经有孕了 来看一下 就在招牌曲目婚纱背后过后 当晚的演唱嘉宾Sammy正秀文 闪亮登场 新娘子Sammy唱起老情歌来 那叫一个真情流露 原本是单纯捧场来着 其料身为前辈的小凤姐 阔绰地摘下手上的 责戒赠与Sammy 让身为后辈的Sammy受宠若惊 我在这儿 我送给你 哇 这个我接受 我带了 没有钱哦 你看 哇 好接受 你听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嘉宾 我可以来到 这一只呢 来 我帮你带着 送给你 哇 哇 这个手很瘦哦 对哦 很瘦哦 可能带 OK 那你不要随低 随低 好 那这一只是送给你的 祝愿你永远都 幸福愉快 谢谢 据香港媒体报道 两人将于今年四月白酒 为满足郑秀文家里爱热闹的心理 许志安打算在香港会展中心 洗开999桌 曾志伟将为其担任司仪 成龙 刘德华 梁永祺 舒奇这几位一线大咖 分别担任半郎半娘 而郑秀文也毫不含糊的 准备了两亿房产做驾照 更有消息称 三米已经怀有两个多月的身孕 估计是陪着三米 大补营养的缘故 情人节亮相的许志安 真是发福了不少 每天醒来就去 那所以就 有一天发觉自己的 连转裤啊 T恤都好像穿不下 经历了20年的爱情长跑 郑秀文和许志安 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哦 有了新天地 小凤姐够好奇 综合报道 小凤姐够好奇 小凤姐够好奇